經過31年 北港國中今年是國際體學現大混風中 這位學校執管陳靜美 當時也是北港國中的好友 他對94年擔任共濟 一百空一年回來不好合佈 普通過他不好共同的心 用這件六關的態度面對各方複雜的工作 在到後來大家討論 這一百會當中 也會當共是平衆時努力的勝負 也是共濟監管的合佈開幕 有夠有無法的信譚芬芳獎對教育人員來說是一個這麼大的困難 北港國中市部組長丹紀美 也在今年在到這個場面 信譚芬芳獎的話 全是只要教育的人都能夠獲得 那只要能夠在教育奉獻上 跟服務上有傑出表現的人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像我們靜美就是今天權力以赴 有福的熱誠 不計較 然後隨時關心小孩 隨時關心學校的發展 但建議門組長對學校的貢獻很大 不然洪台市會主動來跟學校關心 它會幫助學校取出勞水的問題 一個月替學校審下2萬塊的水錢 學校審大樓 學校的工務 它都用心處理 北高曾經漏水漏了很久 每年水會4萬塊6萬塊 找專業廠商來看 結果一直也沒結果 那我請他說 跟主任 團隊你們去找一下 每個棟樓用一個節點的觀念 把一個水源關掉之後 你們去查查看哪邊有真正的漏水 竟然被他們找到 我們現在一個月省了2萬塊的水 那我們藝術大樓其實在發包的過程中很繁瑣 一下規格的變更 一下流標 一下因為案子的不同 不同案子要結合 那要有耐心 常常要發包 常常要修改規格 那他不願期還 常常加班 也沒有講歸苦 當今文宜表示 雖然工作的內容 這麼多也這麼多 但是董事此間 會獲勝到3天 也感謝董事的照顧和幫忙 北高這個團隊 它是非常溫暖又熱情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其實是 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是非常幸運而幸福的 我才能夠站在這裡 然後 雖然書屋的工作 它是很繁雜 而且很繁重 但是只要一遇到問題的時候 其實各處事之間 他們都會大力的 伸出他的援手 所以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 就迎熱而解 所以我非常感謝說 這一路走來 幫忙我的人 當台31年 北港國中 還有一次地獄信壇芬芳獎的獎行 因為當今文的組長 會用心付出 到不怕艱苦的心態 可以說是 告知人員的謊犯 記者講義 蔡王報道